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旺安的海 美丽的让人无法贪睡 嗨 早餐 来啦 伯彥 起个大早 我来到网安口沙滩 好朋友伯彥邀请我来欣赏最美丽的日出 能够在日出的时候喝杯咖啡 真的很享受耶 就是在凌晨或傍晚的时候 太阳没有很大就可以坐在这边悠閒的 煮个咖啡喝 享受这边的美景 然后感受一下大自然的律动 在旺安来说步调都非常的慢 很适合你家工作的时候 觉得很烦很闷的时候来这里 那把手机啊电视都丢掉 那就一个人在这里 搬步走没有目的地走 有点与世无争的感觉啦 伯彥原本是台北人 五年前来到旺安 爱上这片美丽沙滩和悠闲生活 从此离不开这里 在台北的话 很自然就会受到那个大家的影响 就是你觉得什么都要赶 要赶公车 要赶捷运 然后什么都要赶 在这里也不用赶啦 因为你没有时间没有到 船就是不会开 那你就是慢慢走 慢慢过去 然后就很悠閒的在两地里面 然后看船 传来传往的样子 虽然是年轻人 却爱上缓慢的生活步调 看着日出美景 听着海滔节奏 我似乎也能感受 这种反扑归真的魅力 除了欣赏最纯粹的美景 伯燕还安排了最传统的捕鱼法 要让我体验陶海人的生活 伯燕 为什么要全身都换装啊 因为我们等一下全身 就下去水里面打水 打水 然后下鱼 就是他们当地一个传统的钓鱼 有办法供鱼 供鱼就对了 对 供鱼 听起来好神奇哦 我看到北北已经在那边了 对 要忙啊 要一直追爬啊 我们当地的渔民 追爬啊 追爬啊 追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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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竟然没用啊 供鱼是一种 简单原始的捕鱼方式 渔民趁满潮时放网 等到退潮 就可以伸着潮水 捕获鱼群相当方便 而鱼货量的关键 就在这供字上头 赶鱼怎么赶 就这样 直接敲哦 对啊 像这样子 敲 这样鱼就会怕吗 会啊 就像这样 哇 要这么大力哦 对啊 你要打出声音来啊 要有声音这样子才会怕呢 对 好 好 好 那我们努力一点 好 走走走 供鱼得从岸边往歪打 为了赶出躲在沿洞的鱼群 得用一点力才行 我已经打到棍子开花了 你也努力耶 对 我有努力耶 整个开花 有有有 希望我们努力会得到整个结果 俗话说乱枪打鸟 咱们是乱棍打鱼 拿起竹竿猛敲 还挺费力 啊 捕鱼真辛苦 天哪 要收网了 最不说要小心 不然的话会打开 敲打了半天 有没有收获 就看收网结果了 沿着海岸绕一大圈 我们的努力有成果了 哇 都有一只这叫什么 不行啊 这有类 这一类 这类 这类的鱼羽毛 我们叫鱼羽毛 大方叫鱼羽毛 这类的绕鱼 哦 绕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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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能是大中鲁 鱼群也要休息 咱们的收获不如预期 但阿水伯说 它可是曾经大丰收哦 吃我八十百一颗 差不多三十斤 三十斤 三十斤 好多哦 阿伯 你从几岁开始来的 十四五岁 十四五岁 不然很小时就会严重 对啊 我们吃的都是土海 最淳朴的生活 维护了最干净的环境 少了人为破坏 大海是美景也是宝库 告别阿水伯和博焱 我要去认识大自然的 另一个恩赐 也是旺安的重要教课 李锡龟 哈啰 九龄 嗨 小燈 你们到了 今天要来跟你学习了 哇 九龄 旺安这里还有特别的 保育中心在哦 对的 因为在这个地方的话 就是海龟的故乡嘛 嗯 所以要有个地方就是 真正的能够把海龟的知识 给传给一般的大众 那它成立多久了 嗯 它从九十一年成立到现在 哦 所以我们要认识绿溪龟学习 就从这里开始 是的 那请你带我参观吧 OK 好吧 我们走 到館内的话 第一个要认识的重点 就是这个浩山堂石碑 这一块石碑 其实就是跟大家讲说 旺安这个地方啊 跟海龟 从哪时候就已经开始结缘了 很早以前吗 这块石碑已经一百多年的历史 啊 清光区六年设立的石碑 是保育中心的镇馆之宝 记录当时居民不忍衰老的羹牛 和海龟被残害而推动的保育工作 海之龟边 海之龟边的意思就是海龟的意思 我们抓到海龟的时候 你要是把它放生了 它就给你多少钱 就是劝大家做好事的意思 所以都记录在这个石碑上 对对对 石碑上标明价位 鼓力放生 所谓测隐之心 人皆有之 先是从清朝就有的保育观念 中心里规划有各种展区 丰富的生态世界 逛上一圈 就能对海龟知识有基本了解 哇 逛了一圈 终于看到它了 哈喽 它游泳的姿态好优雅喔 它现在在换气 换气 你说它可以在水底下 请很久的时间呢 嗯 它最长的话 像国外记录的话 平均的话 它可以到达两个小时以上 两个小时 对 所以说龟奇大法不是没有原因的 优雅的姿态 可爱的模样 即使隔着玻璃 也能让人看到着迷 别以为绿犀龟总是慢慢来 其实啊 它是游泳高手呢 它现在是感觉不到威胁性的 所以就是慢慢的游 如果是遇到紧急状况的时候 像是必须逃命的时候 它的时速可以到达30公里以上 这么快 对 这么快 绿犀龟是珍贵的保育动物 延续好善堂石碑的概念 居民只要发现海龟搁浅或受伤 就会送到保育中心 所以这里还设有专门的救护站 这些都是照顾海龟用的 这里有一只待妹 待妹啊 待妹它又叫做鹰嘴龟 嘴巴尖尖的 我们可以看它的嘴巴尖尖的 像老鹰的嘴巴 进入救护站的海龟 得先测量身高体重 就像健康检查一样 它的背脚曲线长 38.8 曲线宽是31.7 3.46公斤 我们建议它的基本资料 那也可以从它的一个 类似所谓的身高体重的资料 去看美脱 它到底有没有恢复健康 10.5 用心照顾 等到小海龟恢复健康 就能够再回到大海 离开救护站 我们前往沙滩 要来寻访海龟的足迹 所以现在要去挖的地方 叫做天台山沙滩 每年的5到10月 是绿西龟上岸产卵的季节 光安设有6个保育区沙滩 身为海洋大学的海龟专家 九龄总会带着学弟妹一起研究 这回就让我跟着实习了 这一窝的话 它我们之前有做一个移位的动作 是 那我们检视它的窝束的话 它总共107颗 但是我们 那孵出几颗最大吗 对 已经孵出99只的小龟了 99只 哈啰 你们好 哈啰 这些都是学弟学妹 你好你好 辛苦了 旺岸的话 它在民国84年的时候 就是已经发射成保护区 从天台山 还有水库 土地公港 还有水雷载港 另外的话 王安口跟万山公 天台山这个地方的话 其实它是绿西龟会比较喜欢的 因为它的人为干扰也比较少 每年五六月 当水温高过25度 绿西龟就会在夜晚上岸产暖 母龟会先用前肢挖出能容纳身体的体洞 又称大洞 把自己安全地藏起来 再用后肢挖出一个 深达70公分的产卵洞 俗称小洞 从产卵到复杀 整个过程得花上好几小时 相当不容易 海龟的话 它是其实产卵的话 它是一量取生 像一般来讲的话 它可以平均 再往来讲 平均生五卧左右 那一卧的蛋的话 大概有一百颗 那在这个地方的孵化率 一般而言是七成到八成 其实海龟是蛮特别的事物 像它孵出来的小龟 我们可以看一下它体型 不到八公分的长度 那它的一个背甲 大概身上就只有五公分 但是大家想想看 它回来吃残暖的时候 它体型可能超过一百公斤以上 这么小的一个状况 然后能够变得这么大的一个体型 其实这中间的过程当中 都有不同的故事可以研究 经过五十天孵化期 小海龟回到大海 得画上二十到五十年才会成熟 漫长的成长周期 只有千分之一的活存率 让地锡龟更显珍贵 在这里的话都会听老一辈讲说 这里以前这个沙滩 有一百多只的海龟上来 那我们就很难想象说 一百多只到底是什么的盛况 因为目前来讲的话 在这个地方 我们可以看到最多的字数 大概就只有十九只而已 跟老一辈讲的那种状况 其实已经差很多了 所以说我们希望就是说 希望尽自己的量 看看能不能在这个地方 就回复到以前的那种盛况 身为澎湖人 九龟从小就听着海龟的故事长大 从事研究工作十多年 每年夏天 他总带着希望回到这片海滩 尽自己的力量 期望五十年后 能够看到越来越多的小海龟 再度回到家乡 这是望安的骄傲 也是每个台湾人的期望 我们下期见 我们下期见 我们下期见